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層起的漲停板開始的 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邀請 操作2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了 眼前的行情你會發現 2月份原地踏步 我們已經聊到了 只要一檔接一檔的黑馬股 低檔卡位 今天大盤重挫 你會發現中高價股 一檔接一檔的往上創新高了 我們部署的低檔卡位股 今天所漲停板 節目會跟大家來開牌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來邀請的中高價股 你會發現 只要你願意掌握住低檔部署的機會 今天大盤重挫 他老兄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大家務必記得 不要讓你的思維卡在大盤的漲跌了 標股跡象接續的再複製 你還在等什麼呢 賺錢的機會就在我們節目的內容喔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劉恩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2月份過囉 大家你會發現 整個台北股市在最近的行情就是漲漲跌跌 那今天的盤 整個開高起來創下一個 底部翻漲以來的新高 結果你會發現 今天尾盤是直接往下去做灌壓的 不管今天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收盤還佔上15500點 今天外資賣超了80億 我只要問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手中的持股變化如何 你是不是在節目上 看到一些的強勢股 然後看到拉漲停了 看到創新高了 你才想要去買 回頭一看大盤 從開工到現在 它還留在15500點 可是你的資金 有沒有因為一大盤這一邊漲漲跌跌 反反覆覆 原地踏步 然後你被追高殺低 教老師絕對不是在要跟大家來揶揄 切記我們已經跟大家來談到了 很重要 因為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你掌握出個股的輪動 你千萬千萬不要看到漲起來了 你才要去買它 尤其是漲停板的股票 昨天節目我們就跟大家提醒過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開牌亮相的股票 它如果是漲停板 你就不要買了嘛 3515的華晴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開牌亮相 漲停板 我相信就有幾家歡樂幾家愁 你看到節目才要開始買股票的投資朋友 你會發現昨天漲停板的華晴 今天盤前大家都知道美國股市大漲全面收紅 對你今天開始要買華晴 它開個小高盤給你 你跳進去買市價成交了 對後面這樣子下來 你會知道為什麼 就好是會在節目上提醒大家 因為眼前的行情就是這麼直接嘛 我們剛剛約法三章了嘛對不對 就好是在這邊跟大家是君子之約啊 我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講好了喔 而且是反覆反覆的提醒大家喔 我只要在節目上開牌亮相的個股 你看到漲停板了就不要追了 我開個牌亮相 你如果已經錯過運 華晴湯所有是我們在2月份在節目上跟大家來提醒的 當時候那個層起拉漲停板 我告訴大家 哎呦創新高的第二天了 你不要買層起板卡股有黑馬 我們在Lite這邊是放送直接給你開放你來索取的 甚至你加入Lite已經是超過一個月以上的投資朋友 我都已經提醒你手機拿出來往上滑 什麼地方層起排在一起就是滑行 你都可以手機往上滑找到答案了 你前面錯過那樣的機會 你就不要在這一邊喔 我們節目就已經聊到嘛 你這邊錯過機會了底部讓你買 讓你來佈局你沒有辦法你錯過了 你就不要看到這一根漲停板下去買嘛 他開個小高盤給你它是什麼 你只要追高的那個習慣沒有變 一樣就是會中槍 他只是今天沒有跌停板 最好是已經提醒過了 行情在這一個位置喔 都是可以驗證的啊 乘起2425乘起 我們在2月8號這一天的節目 因為居老師很強調 我們最近這幾天的節目就是在跟你驗證2月8號嘛 我叫你乘起這邊不要買了 你有其他我們有其他新的黑馬股 你不要買乘起了 對你去追38塊看看 很現實啊 因為居老師看到這樣的走勢 我真的會覺得哇 你覺得今天成績是不是又要漲停板 老師你講錯了 成績要漲停板了 對你一追 市價成交又如何 這就是股市黑暗的地方啊 我不想講這樣的話 因為這樣可能讓投資人聽了 會覺得哇好可怕喔 股票市場裡面好兇險喔 我好像分析師好像不太適合去講這樣的話 但我希望我的節目我至少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克服這樣的狀態 你不用讓自己掉進這個現金裡面的 你是有方法的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告訴大家了 一檔股票你在第一檔卡位 領頭羊衝出來了 他代表的是接下來後面跟他一樣籌碼條件 跟他技術條件 一模一樣的股票 他會一檔一檔的接續上來 所以漲停板拉起來創新高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買了 你有其他新的機會 那我相信2月份現在來講走完了對不對 你會發現我們為什麼一整個月一直告訴大家 你不要看著大盤的漲跌去做股票 你又不是做台紙期 你又沒有期貨戶 有些投資朋友 我會覺得很冤枉的地方是 你期貨戶都沒有開 你沒有在做那個期貨 你看著大盤指數的漲跌 然後去那個思考行情 你明明你的資金都在股票戶 結果你看著大盤的漲跌 這在幹什麼呢 是不是2月份走完啊 我們提醒大家一整個月 從那個開工之後 就不斷的提醒大家 大盤有沒有方向 沒有啊 你去看了跌的時候 藏黑棒的時候 哇擔憂大盤啊 會不會破1萬5 這邊買股票好危險 大盤會破年限 買股票好危險 對 所以你一整個月都在看 我們在節目上跟他開牌亮相的股票 驗證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你知道嗎 隨隨便便三檔加起來 都超過一倍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居然是絕對不是在炫耀 或者是跟大家來說 哇我們多厲害 這個錢有多好賺 我希望讓大家就是 透過時間可以來驗證 我們在節目上所講的 因為我們所談到的 是可以驗證的 來 我2月份走完了 我希望大家 你要發現一件事情 你半導體的輪動藏寶圖 這一邊開牌亮相的所有股票 我們都驗證過 你會發現 這一邊隨隨便便三檔加起來 有沒有一倍的機會 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聊過了 這些股票 我們的最高等級的精英會員 他們資金夠 一檔股票他們是壓100萬在裡面的 你知道三檔股票加起來 就300萬耶 至少是300萬資金壓在裡面的 三檔股票 三檔股票加起來超過一倍 那等於說這個一個月的時間 它原本的300萬資金已經翻倍了 你知道嗎 可是你卻是因為大盤 那個漲漲跌跌 因為最近 我相信大家又要討論那個聯準會 那個升息的態度怎麼樣嘛對不對 那所以美國股市一價漲一下子跌 那你如果隨之而起舞的話 這一邊你怎麼賺錢 尤其是你根本沒有開期貨戶的投資朋友 你的資金都在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這邊來做一個再一次的強調 因為要進入三月了 你務必要得好好的知道說 接下來下一步賺錢的機會再難 因為接下來第一季三月是季底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投信 季底 是不是 作帳 那它鎖碼了哪些股票 我們今天節目要跟大家來聊 因為就好是在節目上邀請 絕對有我的用意 我甚至都已經暗示你投信 待會兒會把那個 我們公開的會員訊息拿出來跟大家來驗證 不只是半導體的藏寶圖 板卡加伺服器 你大家看一下有沒有發現 三檔股票加起來有沒有一倍的機會 二月份這樣過是一個月的時間而已 我從開工到現在不是一個月嗎 開工日是多久 開工日是1月30號 今天是2月24號 中間前面來講不過是一個過年 你會發現人家的資金翻倍的 你在這一邊還在擔心大盤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大家你可以靜下心來 三分鐘五分鐘的時間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那接下來三月份你要怎麼做 對你而言才是比較有利的 好不好 這邊 教老師的YouTube頻道 絕對是可以讓大家公開來驗證的 凡是你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任何一段的影片 還有我們節目上所談到的關鍵 你絕對都不會錯過 我相信加入LINE的投資朋友 我們在這一邊每個禮拜 針對個股的深入解析 你也絕對不會錯過 因為我們直接第一時間 把影片的連結分享給你 228連假 好當然大家也許你有其他的規劃 但是我這邊還是一樣 各股的解析 我們會持續進行每週一股 我們新一檔股票的解析 我希望你至少啦 因為一檔股票的解析 我們影片不過是十幾分鐘的時間 連續假期的時間 你花一點的心思做一下功課 讓教老師告訴你 下一檔股票最多人詢問的 好那也許你手中有 也許你手中沒有 但是你可以經過 教老師那一個解析影片的過程 你可以知道 怎麼去判斷一檔股票的格局 畢竟過去我們交了超過半年的時間了 現在的時間點不要去理大盤 不是教老師這一邊 沒有要操作期貨 所以告訴你不要理大盤 因為二月份已經過完了嘛 他就像我們在節目上不斷提醒大家的 你如果困在大盤的漲結 真的股票你真的賺不到錢啦 因為二月份到後面 今天收盤15500點 開工的時候收盤跟到現在 原地踏步 來 但是你如果把一個觀念 深深的刻畫在你腦海裡面 所有的股票從黑馬變成標股 他們的模式都相同 你把這個完完整整的觀念 置入你的腦海裡面 你把這樣的模式 深深的刻畫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找股票的時候 你就會懂得去看門到底在哪裡 你自然而然就不會去看 哇 盤面上這麼多的利多 哪一個股票利多啊 營收很好 對 你一追馬上殺一根藏黑下來 我要讓大家知道 投資人不是在股票市場裡面被坑殺的 投資人不需要在股票市場裡面 被法人被外資當作是韭菜一樣這樣割 不是 你要有方法 觀念對了 自然而然就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裡面 好好賺到錢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要讓大家知道 接下來一檔接一檔黑馬股 我還是會在Lite這一邊來做一個放送 雖然我沒有辦法直接爆牌給你說 我的會員要買多少 跟著我一起來賺 因為這是違法的 但是我能做的第一個 我在節目上超過半年的時間了 我分享怎麼來選股 怎麼來追蹤法人的籌碼 技術跡象是什麼 法人偷偷跟進來吃貨的時候 你怎麼去發現它 我們在節目上長期的教學了 接下來一檔接一檔黑馬股 我一樣會在Lite這一邊來做一個放送 所以你加入我的Lite 這個畫面上QR Code直接掃描 你會得到一些寶貴的資訊 但是你不要說這個是在爆名牌 沒有我不會把名牌送給你 我把方法釣竿送給你 你只要知道眼前這一邊 我們在Lite所放送的技術面的條件 什麼族群 你都可以找得到答案 因為從過年之前一路到現在 我們在Lite所放送的黑馬股 不斷的都有人跟到 這代表著就好是在Lite這一邊 所釋放出來的資訊 是有人不斷不斷的 可以藏到賺錢滋味的 那我們已經特別聊到了 接下來我們的藏寶圖 獲利的藏寶圖 要慢慢的延伸到車用題材跟風電題材 不要忘記我們已經一檔接一檔的 慢慢的丟出來給大家了 如果你有看節目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都還有印象 而且是我們這個禮拜開牌的個股馬 6205的全新在這一邊 你是不是兩根藏紅了 我在節目怎麼提醒的 不要追嘛 我在節目上開牌的股票 我都已經讓你知道是哪一檔了 我都把會員訊息放在那個節目上面了 你去追幹什麼 你去買幹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到 前兩天的節目而已 我是不是直接放送全新 我告訴你不要買 因為已經開牌出來了 這個不是你該買的股票 這是車用題材的個股啊 全新就是車用題材的個股啊 今天我讓大家看到 技術面 技線半連線糾結了 股票經過壓縮整理 然後往上創新高的股票 它會一檔接一檔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要一步一步的帶出來 今天這一檔股票創新高 漲停板 我相信我的Lite盤後所釋放出來訊息 有人很快直接看到了 直接猜錯了 老師5289以頂 你有沒有發現 以頂今天拉出來創新高一個人的漲停板 他前面做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跟前面我們一檔接一檔 在節目上驗證過的股票 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技術的條件是什麼 技線半連線糾結之後翻揚向上 以頂這一檔股票 你知道誰吃貨的 我相信待會我會跟大家一步一步來驗證 因為我前面邀請大家 就是告訴大家投信 以頂在技術面 技線半連線糾結翻揚向上 然後怎麼樣 這個跡象出現在去年年底12月 投信從今年的一月中旬 一月下旬開始不斷 就是在過年之前 開始不斷一直到現在拉高自股比重 標股的跡象 不就跟我們前面跟他驗證過的 智元 新唐 或者是金居 或者是前面所開牌過的城企 所去教學過的 所去那一個跟大家提示過的 那股票不是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前面我們驗證的是外資吃貨 這邊是投信吃貨而已 我今天為什麼要跟他講這檔股票 我相信一切一切都是從 承啟這檔股票開始的 2月7號2月8號那兩天 我相信你如果有在我節目上 好好的把我在節目上所提到的內容告訴大家 我相信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在節目上跟他邀請 像這類超過200塊的股票 你要懂得好好去做一個掌握 真的一切都是從承啟開始的 2月7號那標題對不對 承啟那天是漲評版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在節目上就跟他邀請 因為我這邊來講的話 那個再減重播太浪費時間了 因為這個是月初而已 當然你可以從我YouTube頻道 去找到2月份的節目 這2月7號節目上這個畫面截圖上面都有日期 你都會去驗證 我那時候已經跟大家來邀請了 200塊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包含了當時候那一天的節目 我還有幫大家拉出一個會員的訊息 我們早上鎖定了一檔 300塊以上的IC設計的股票 那我們直接的讓大家來看 你當時候接受我的邀請 來鎖定中高價股的投資朋友 2月份新一般的菁英召集力 我相信就是說當時候你還在懷疑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一檔接檔 因為我在節目上已經聊到了 我之所以會強調 我在節目上開牌亮相的股票你不要買了 因為我們持股會員在我開牌的那一天 他就開始怎麼樣已經在盤中鎖定目標價賣了 甚至我在節目上講完 隔天開高之後就開始丟股票了 你不要進來接貨 你不要進來接我會員賣的股票 這些的重點我講一清二楚完全沒有保留 我收回來的資金我就是什麼 一檔接一檔 怡鼎他今天拉漲停板200多塊 當時候他快200塊 2月15號上個禮拜而已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不要讓大家都覺得 哇老師你要炫耀 不是 早在前面幾天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 6205的全新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大家提醒了 我們接下來會一檔接一檔 車用電子的股票 車用族群的股票 我們也會一一的來做公開 那我相信就畫面上這一邊 我相信車用電子 車用題材 倚鼎就是其中一檔 我現在開牌亮相了 漲停板了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你要知道 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說要解析 哇財報怎麼樣 哇這個族群未來的獲利怎麼樣 其實那一些的資訊 我這邊不是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那一個 就跟你在網路上Google那一些題材 還不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既然大家你都可以在網路上 花個幾分鐘Google到的資訊 我講幹什麼 我反而告訴大家 你怎麼去利用這些資訊 我想你接一下 你就會看到一檔漲停板之後 慢慢的它有什麼樣的利多出現了 它漲停板之後我已經開牌了 我甚至把我會員買的地方告訴你了 這個已經獲利 我們會員已經獲利14%了 你再看到後面有利多 你要跳進去買 不就跟前面 你去追那個資源一樣 我們開牌亮相之後 創新高之後 我告訴他不要買 不要買1900 200塊的資源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前面幾天的節目跟他驗證了 嘿 資源發出一個利多的訊息 哇賺了多少 快要一個股本 結果呢 三人藏黑 所以我希望 接下來我在節目上開牌的任何股票 任何題材的個股 你一定要知道 鐵定是我會員要賣的 我們剛剛驗證過 不管是任何題材 IC設計也好 板卡也好 或者是你在 不是我股票的那些的題材 或者是族群也好 你會發現他們全部都有一個 要噴漲停之前 要拉出去之前 鐵定前面這一邊 都有一個橫盤打底對不對 很多人會把橫盤這個 漲不上去的股票當弱勢股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那個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是他沒有去懂得如何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判斷這一檔股票的格局 去看辨認這檔股票的週期 人家在打底後面準備要噴 結果你覺得他是弱勢股 是不是很冤枉 怡頂我們開牌出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在節目上邀請過了 我鎖定接下來鎖定就是中高價股 200塊以上 畫面的截圖都有 所以我告訴大家我們一檔接一檔 你不要去買那個我已經開牌的股票 我們現在一張的怡頂 一張可以賺2.8萬2萬8 五張的怡頂加起來就可以賺14萬了 我們前面賣的那些股票我已經聊過了 我的菁英會員一檔股票 在那個時候一檔都是壓100萬 一檔股票壓100萬 那個時候很多人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不敢買的態度 可是我的菁英會員相信我 我已經聊到了 我非常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相信我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 在你不敢買的時候 當然你在要過年的期間 一檔股票壓100萬 他們每個人至少壓300萬 三檔股票再過年你知道嗎 那多相信我 你知道一檔接一檔 我開牌之後換股換股再換股 你覺得我隨隨便便前面賣掉的股票 沒有辦法換到五張的怡頂嗎 當時候畫面的截圖在這裡 2月7號邀請的 也該差不多應該要在2月份最後一天 跟大家來做一個驗證了吧 一檔是2月15號買的 在眼前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不過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如果資金夠14萬 這樣不好賺嗎 我覺得很好奇耶 對 你手中我資金 你抱著台積電 你最近來講的話 有14萬可以賺嗎 我不是要考試台積電 我也不是看壞台積電 我講白了 因為我們2月7號第一次邀請 2月8號兩次的邀請 節目上我都已經告訴大家 你不要把你的資金放在大型股身上 中小型股會走在前面 所以我不讓我的會員 他們有資金實力的人 浪費錢去卡死在台積電身上 我把標題直接 當時我就直接告訴你 個股輪動的藏寶圖就在你面前 就在你面前 我這邊來講的話 如果又把台積電日線圖拉出來 是不是在取笑 我不希望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 眼前這一邊你有更好的選擇 藝頂今天衝漲平板 我們不意外 這一邊來講的話 開牌量創出來的股票一樣 跟前面我們驗證過的股票一樣 我們就是鎖定目標叫賣 你不要看我的節目 要接下來去買藝頂 尤其是你手中的資金 可以駕馭一張股票超過300塊的人 你的手中資金可以去駕馭一張股票 你要知道你要買的是可以去複製儀頂 複製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有高價股 你會知道說為什麼 我在節目上這一張股票 很多人會講創意 但是我不在節目上跟他來聊 甚至我不說創意我會帶會員做 不會 你可以看創意他在噴出去之前 他的標股跡象 不就是我在節目上所聊的一模一樣 我在節目上所交的一模一樣 我在節目上也聊到 我不會帶會員去做第三波的金星科 因爲什麼 前面我們就是靠著第一段跟第二段 兩段的操作 金星科我們在去年已經掌握超過一倍了 兩段加起來超過一倍 所以這一段上來這一段幅度很小 最小 我們選的是什麼 跟金星科在前面一樣有標股跡象的 我們選擇做這一段的金星科 我不要這一段的金星科 我講得很明白 那個M31 你會發現時間可以驗證 因為都是這個節目上這個月才講的嘛 M31我們去年第一段跟第二段加起來獲利也是超過一倍 現在第三段的金星科在整個開工完之後 它往上走對不對 我直接在節目上講 我不會帶會員買 前面我不會帶會員買這一段 你看看你要做第三段 我們所講的第三段公式的M31跟金星科 後面來講的話 2月份它有沒有表現 原地踏步上衝下洗 你一張股票可以58萬 60萬的 你在這邊讓它洗多可怕 所以我在節目上早就能告訴大家 我要帶會員買的是在這一邊這個週期的M31跟金星科 所以你會看我們一直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它標股基礎是什麼 技術面的條件是什麼 反覆來講嘛 講白一點 移頂不就是在這裡 這是什麼 你想一下剛剛M31金星科 不就是這裡 現在來講的話這一段 我不是要特別去針對台積電 因為時間已經證明了 2月份的台積電它是幹嘛 這邊 從過完年之後 台積電最大漲幅不就只有這邊的一個跳空而已 最大漲幅8.5% 最大就8.5% 你的資金實力可以駕馭一張50萬的股票 你看看你如果死爆了台積電 多可惜在這邊被洗 來 我們在節目上所跟大家驗證的持股 哪一檔沒有超過8.5% 每一檔 檔檔都超過 來 你加入我的Lite超過一個月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把手機拿出來往上滑 這個邀請超過300元的中高價股 投信法人已在底部吃貨 我們從2月7號盤後4.24分第一次邀請 經營召集令的行業 一直往上滑 你可以看得到這樣的邀請的訊息8次 最後一次是2月16號 2月16號盤後1點56分 8次 第8次的邀請 上面超過300元的中高價股 投信法人已在底部吃貨 你說老師余鼎還有沒有超過300元 我已經跟他聊到中高價股 建策是不是超過300元 待會還有一檔高價IC設計 而且我在節目上已經把它的籌碼條件列出來了 你會發覺等一下你看一下建策 你會知道一模一樣在複製而已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居老師我的用意 我要驗證我們上個禮拜在節目上特別提醒的 接下來有一種股票它會反覆反覆衝起 洗到你不敢買 然後後面忽然間拉一根的長紅棒起來創新高 這檔3653的建策不就是這樣嗎 剛剛儀鼎不是也長這樣子 建策你把法人的籌碼拉出來 投信什麼時候就開始吃貨了 去年的9月 拉高持股比重一直到現在一直到高檔 你有沒有發現 當然這檔股票我的經驗會員 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短線反覆反覆 因為去年你如果是我的節目觀眾來講的話 都知道這一段我們也賺過了 這一檔股票我們都是短線的 所以我建策開出來之後你要知道 它雖然是投信任養的 但是後面如果真的有波段的實力 我才會讓我的經驗會員來講的話 做一個長波段的操作 但現在沒有看到我們就是維持短進短出 好不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 這樣的跡象 戶外之間拉出一個長紅 然後在這邊早就已經把人吃貨 這樣的股票盤面上比比皆是來 你真的不需要花時間去擔憂大盤 因為大盤跌 這些股票不一定有事 因為它格局 大盤這2月份跌幾次了 這些股票的格局 哪一個不是在打底 那我相信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8度邀請的訊息 在Lite這一邊 2月16號後面我就 你再不加入我沒辦法 建策 好不好 2月17號 那我相信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今天它雖然沒有工漲停板 但是你要知道同樣的操作模式 底部卡位噴藏紅 雖然它今天沒有漲停板 但是一張可以賺4萬8千塊 5張加起來可以賺超過24萬 多久的時間2月17號 今天2月24號一個禮拜 我月初在節目上邀請了 我已經邀請你200元以上的中高價股 尤其300塊的中高價股 投信吃貨 一樣我在節目上 剛剛針對建策的提醒 我們把它鎖定是一個短線 因為這個我經營會員會知道 我們一直去年已經超過兩探都是短線 拉起來藏紅 然後後面就要逢高出了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2月份過了就讓它過了 你2月份在這一邊走很多冤枉路的投資朋友 我希望你3月份你要有一個搶先贏的決心 廉價期間你做好準備 畫面上我希望這568專案 我特別送給你有決心賺錢的投資朋友 因為2月份的行情太多人卡在大盤 太多人因為大盤的漲跌 然後什麼明明就沒有趨勢 他就一直在想空投 這邊隨時隨地會破萬五 隨時隨地會破年限 所以我在節目上應觀眾要求 我告訴你 你如果怕大盤破一萬五 你如果怕大盤忽然間灌破年限 你該怎麼選股嗎 畫面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讓我看到你賺錢的決心 這個568專案 我特別針對連續假期期間推出來的 有賺錢決心的人應該是在連假期間 連續假期期間你應該準備好了 不是等到一開盤完之後 看到股票飆出去了 我要在那邊一檔一檔 看要怎麼追 前面都已經驗證過了 我再提醒 這邊隨便三檔加起來有沒有一倍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合理的操作 2月份的行情 一檔就一倍 兩檔就三倍 那個太誇張了吧 你想想看合不合理 合理的操作 這些每一檔股票我們都驗證過 我們都驗證過 好不好 我相信我們在節目上 2月8號兩次的邀請了 我們已經聊到了 當時我在節目上也有跟大家 放一個訊息 因為我們那時候早就鎖定一檔的 300塊以上的高價股 投信任養的 投信去年11月下旬開始底部吃貨 那我相信 當時候2月7號 這個是尾盤1點15分的訊息 我這直接開牌 2379瑞玉 我要讓你知道 你是有方法 有能力 可以事先去鎖定黑馬股的 游標畫面2月7號就在這裡 這一檔的瑞玉已經從這邊拉起來 當時候他不過 這一邊2月7號不過才330塊左右 他最高點快要到400塊了 不要說什麼 這個一張賺5萬塊難嗎 我問大家一張賺5萬塊難嗎 不難耶 今天大盤下跌 他對他回跌 他收一根長黑 他收一根黑K棒 他收盤也剛好380 剛好一張可以賺5萬 日期訊息 郵標這一邊 我攤開日線圖 直接讓大家看公開的 不好意思我有點激動 因為行情在這邊說真的 我就是在這裡要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錢明明就在你面前 你是有方法 你只要花點心思跟決心 你就可以拿到手你知道嗎 這樣的概念 我們從那個過年之後 到現在驗證了一個月了 我在節目上的邀請 我在節目上所跟他談的重點 哪一個沒有驗證到 我希望讓大家知道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這件事情我能力 絕對可以幫大家做得到 你現在要做的是拿出你的決心 進入3月份的時候搶先卡會 你在後續的行情 你不要等他 那個新聞媒體在報的 投信祭底作戰 那個投信真的 股票一檔一檔往上拉了 我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跟他驗證的是 我在月初2月8號 就跟他邀請 提出邀請 我希望你參與我 然後我們在節目上 直接把會員訊息公開 你可以發現 我們買進 我帶會員買進的日期 是在2月中旬過後 我們一步一步的在部署 沒有邀請拿來的卡位 有邀請你進來參與的 我帶你卡位 後面股票漲起來 創新高 有沒有漲停嗎 無所謂 創新高 大家就可以知道 賺錢的滋味是這樣來的 那個是有SOP的 你知道嗎 所以眼前這一邊 拿出你搶先卡位的決心 我的下一檔黑馬股 尤其是200塊以上 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我要讓你一樣 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滋味 尤其是你的資金可以駕馭 一張股票20萬以上的投資朋友 務必要掌握 畫面這個QR Code 直接掃描加入 讓我看到你賺錢的決心 祝福大家 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